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太阳,师父 你讲什么啊?我听不懂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是啊 师父你好,他不懂普通话,我帮他做翻译 感恩师父,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 师父他是1960年属鼠的 麻烦师父帮他看一下他的身体 60年属什么? 鼠,老鼠 身体上长东西了? 是的,师父 鼓掌 他刚刚才做完这个长部的手术 切掉这么长一段 是啊 全看得见 我告诉你啊 他肠子上,切掉的地方有癌症 是的,师父 因为这个报告还没出来 我告诉你 他现在还没扩散 就没扩散 明白吗? 明白 但是他接下来,第二个癌症 是前列腺 听不懂啊? 你要叫他多喝水 马上要吃一些 治前列腺的药 他现在小便已经很不好了 不干净 而且尿贫尿疾 有啊 有啊 感恩师父 我今天讲给你听 你就不会生这个病 你就可以防止 否则你这个再切掉怎么办? 感恩师父 师父 他这个 头 他说他的头好像有点小中风 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去检查 我告诉你 他不是头小中风 他的血凝度太高 他过去吃的 活的东西太多了 他不是吃了好多五遍的 海鲜 你吃出 你吃出 你吃生蒙海鲜 是的师父 他说以前吃很多 感恩师父 那师父请 请问他 他要忏悔 每天要念五遍礼佛 而且他年轻的时候 还跟着人家去钓过鱼 有 有的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那请问师父 他小房子要多少张 他小房子啊 对 108张 那方生要多少条鱼 方生要4300条鱼 他的脾气很倔 叫老伯伯把脾气要变得好一点 脾气不好的话 癌症会 癌细胞会扩散 要改脾气 他说是的 他脾气是很倔的 那肯定的啦 看得出来呢 感恩师父 横冲直撞的 还要叫他忏悔 他老婆在不在下面啊 在的师父 那就不讲了 你个老婆要是不在下面 我就讲两句啊 你老婆呢也是很好的 就是讲了呢 她也知道 你呢年轻的时候啊 欠人家群在 所以要念姐姐奏 明不明啊 是 明白 是的 师父 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很 蛮好看的 师父啊 你现在跟他说 叫他每天要念大悲咒四十九遍 好吧 叫他喝大杯水 然后让他念完大悲咒之后 两个手搓 搓了热了之后 放在自己的肠胃部分 明白吗 明白 他现在还在恢复阶段 明白 谢谢 谢谢师父 他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感恩师父 你告诉他 他现在的癌症没有扩散 因为他学佛 我刚刚看到护法神 曾经就是帮助过他 你问他 有没有做梦看到很光亮的 或者看见过像菩萨一样的 给你 有没有做梦看到很光亮的 有没有做梦做到过很亮的 他说暂时还没有 没有啊 对 已经去过了 在两个星期前吧 你问他在靠近早上要醒的时候 他说他这前两个礼拜 他去已经进了医院 对啊 菩萨就是帮助他 所以你问他 手术成功不成功不就知道了 成功啊 他的手术很成功的 感恩师父 就是你手术的时候 护法神来帮助你的 老伯伯听得懂吗 明白 你做梦做到过师父的法神吧 没有 没有 这说明缘分还差了 他是刚学的 刚学的 对 刚刚接触心灵法门 很多人见都没见到过我 都看到我法神的 到梦里可以帮助大家 那你们今天来了呢 这么多人呢 那做梦做到师父 师父的人举手呢 给他们看看呢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大家看看看 往后看看 谢谢大家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法神救人最重要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老伯伯你现在几岁啊 我帮你看看 你还能活多长 你几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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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 五十六 是 蛮蛮长的 她摺瘦摺掉五年 她本来可以活到很长了 她摺掉五年 但是还是很长 但是至少现在 还有十几年可以活 没问题了 要吃全素了 许愿 许不许愿 可以 跟菩萨许愿了 又救了一个人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菩萨